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连两集提到台湾的乃清德正式上任之后 两岸关系或者面对更多新的挑战 今集我们将眼光转移到海峡两岸的另一边福建省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在福建不同的岗位上历连了超过17年 在当地制定了很多发展的规划 部分资金仍然影响着福建的发展 福建的人口虽然只有大约4200万人左右 但有强劲的民间经济 在全球经济吹淡风的今天 当地经济仍然逆市前进 甚至乎全方位升及缓代 福建的成功经验当中有部分是值得香港参考的 甚至有部分商机是值得香港投资者去留意的 大家好 我是吴志龙 感谢大家继续收看《时事》所说 福建与香港虽然在地理上隔了一个广东省 但香港人对福建并不陌生 因为香港常住人口当中 大约有120万人组织来自福建 香港的敏植社团亦超过100个 今天结束的家乡市集当中 亦有很多福建的特产 尽管两地民间经济紧密 特区政府亦早在2015年 已经与福建建了敏港合作会议 但敏港经济的合作规模仍然不大 从乐观的角度来看 敏港经济的合作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但问题是要我们怎样做呢? 刚刚过去几天我去了福建考察 短短几天我走访了福州 平潭、厦门、泉州等等的地方 当地政府安排给我们参观的 当然是最具代表性的项目 有科创、文旅、工业等等 但我作为一个在香港的福建人来说 个人更加关心的是香港 怎样在家乡的发展当中 找到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科创是全球经济新的方向 福建当然不会错过 但我们在考察期间 福州正在举行敏港数字经济合作论坛 在今天的数字经济当中 大数据已经成为有价有市的商品 有港商在福州新区 投资了算力高达2000P的自算中心 而且表明将会吸引香港的科技公司 以福建作为数据运算和数据储存的基地 打算开拓港数敏存、港数敏算的业务远景 那名香港投资者就说 自算中心对场地电力有比较高的要求 福州的电价和租金水平都远低于香港 成本大约只有香港的三分之一 相信可以提供更加优质 而且价格相移的服务 到底这样的条件 是否能够吸引香港的科技公司 仍然是有待市场观察的 因为比起成本、数据安全、 个人隐私等等的问题 是数据公司更加关心的重点 但其实科创方面的合作 香港和福建还有另外一个方向 值得更加深入探讨的 就是科研和生产的结合 香港的高等院后有出息的科研能力 也有比较好的国际科研网络和视野 但香港的科研如何转变成为具体的产品 就需要强大的制造业和消费市场支持 随着诸三国世界工厂的变迁 福建的制造业可以成为香港科研 有一个新的合作伙伴 我有个好朋友去年促成了香港理工大学 和晋江市政府共同创建了技术创新研究院 利用理工大学的科研能力 结合晋江市 运动服装 鞋 食品等等支柱行业的生产能力 一方面用科研强化生产 另外一方面用实际生产来提升科研的水平 我个人觉得 这是值得香港其他行业参考的成功经验 敏港两地取长保短互相合作 共同开创新的市场 除了科研方面 福建在文旅行业方面的表现 亦是非常值得香港参考的 香港虽然早已是国际主要的旅游城市之一 但近年旅游业的失色亦是有目共睹的 除了鼓励旅游业努力加油 更加需要学习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 福建的旅游业在这两年相当出位 无论是平潭的海岛旅游 或全州的文化旅游都成为全国性的旅游焦点 一个成功的旅游城市 最少需要五个因素去配合 首先要确定城市的主要旅游资源 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 第二就是要提升交通、住宿等等的旅游基建 而且要在价钱和质量方面有竞争力 第三就是要整合周边的旅游资源 形成区域性的旅游合作 扩大旅游的影响力 第四要建立完善的旅游服务体系 然后就是有效的宣传 福建在这几方面都有不错的表现 比如古城全州突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古城的特色 而平潭着重打造自然景观 蓝眼泪、海岛文化等等一大批旅游的项目 再加上当地旅游部门 策划了很多吸引旅客的旅游项目 又有内地流量明星帮忙去推广 成功晋升全国热门的旅游城市 刚刚过去的春节 人口只有800万的全州城 竟然吸引了超过818万人次的旅客 对于大多数旅客来说 旅游的目的就是要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香港虽然有购物天堂、美食天堂等等的特色 但这些特色维持了太长时间 再加上旅游成本领先国际 又贵又没有新的吸引力 难免令到大部分普通的旅客 失去再来香港旅行的兴趣 怎样令到香港成为内地游客 国际旅客都喜欢的国际旅游城市呢? 各位观众又有哪些好的建议 欢迎大家留言和我分享下 有机会我再整合大家的意见 和大家一起分享众人的智慧 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by bwd6